中国会爱再见 改革爱贵伯 改革爱贵伯 原来会上立委参选人大集结 蔡英文带头拼 要拼出政党人体 点书贴出照片 74天后要新国会新政治 因为改国会远比换总统重要 但国会改革 却得从不分区立委开始 过去有不分区的制度以来 都认为要专业 另外就是弱势 这样的一个考量之后 在考虑到政治的 整个党的权力结构 做适度的调整或安排 党内部分区提名委员 召开第三次会议 先前传出的第一波名单 包括现任立委 郑力军 陈其迈 李应元等五人 都在安全范围内 还有前立委许国勇 郭正亮入内 公民代表 首推律师 顾律雄 更承诺环保团体至少两席 其他妇女 社福 医疗同样纳入 预估从现任13席 增加到17席过半 但四大天王却未见其名 民党到有四席不分区的女性 是会有新面孔 来作为小英跟社运团体 来合作的空间 男性的部分 因为柯总召跟吴炳锐 都去选区域了 所以说中间会碰到了 加上丙座大 可能有两席到三席的空间 如何海纳百川 又兼顾派系平衡 提名委员会议 蔡英文亲自督军 同时间蓝营也开始 受理各界推荐名单 但选情不佳 不分区安全名单下降到 实习上下 更面临军系地方派系 大佬竞争激烈 他必须要用不分区去 笼络他的传统的地方派系 去笼络他 既有的强大力量 像防护星 像军系 所以这个名单 到最后如果是这样排的话 高下立判 上届不分区 绿营被外界各并派系分张 如今选情翻转 蓝军部分区成为派系求生正场 绿营突显和对手的不同 力求新气象 记者综合报道